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WASCALATO formula的技巧 不少同學在Fossil-Philic Carbon Compact和Chemaceutical Carbon Compact這兩課書 都非常之適重於用Full Display或者Full Structural Formula 去表達或者理解一些Arginic Compact 什麼意思呢? 就是將Carbon Atoms、Hydrogen Atoms、Bonding的線全部畫出來那一種 沒錯,用這種方法去表達或者理解的話是會準確很多 犯錯的機會也會少了 不過你只要打開Pass Paper,尤其是MC 你就會發現極大部份的題目都是用了Condensed Structural Formula 和Skeletal Formula去表達 如果你是用慣了Full Display去理解的話 每次見到這些題目你就要花極多時間去畫成Full Display的Formula 這樣會浪費你很多時間 你考試的時候是不夠時間做卷的 反過來我說另一個極端 如果今天Sean要求你 見到一個Condensed Structural Formula的時候 你要即時準確無誤地 知道它裡面一些結構資訊的話 那又合不合理呢? 那是不realistic的 很離地的 只有極少數的學生才能夠準確無誤地 在就這樣看著Condensed Formula的時候 就知道它裡面的資訊 那不如我們拿個中間點 就是Skeletal Formula Skeletal Formula 在畫的時候當然的時間上就省了不少 同一時間它的內容上面 亦都沒有這個Condensed Formula 是那麼濃縮的 你是會更加清晰地知道它的結構性資訊 所以是一個非常值得大家在考試裡面應用的方法 今天我們就講幾分鐘的時間 教大家怎樣把不同的方法 變成Skeletal Formula 來應用 OK? 我們正式開始了 第一條這裡 其實你會看到有兩個不同的Molecule 一個是Full Display 一個是Condensed 無論是將哪一種的表達方法 轉換成Skeletal Formula 最重要的就是找出它們的最長探鏈 第一個A就很簡單 我們先處理它 最長探鏈就是1,2,3,4,5,6 六個探鏈 第一個給你的小口訣 就是多少探鏈就畫一條線 現在六個探鏈為最長探鏈就要畫五條線 什麼叫做畫五條線呢? 看著畫面 1,2,3,4,5 這樣就是六個探鏈 然後無論由左手邊開始數起還是右手邊開始數起 我們都是在第三個探鏈的位置開始有CC得布磅 我們其實就在1,2,3這個位置上面畫多條線給它就可以了 當然有些同學生如果學了Isomericum的話都知道了 這裡是有一個Sys和Trans的可能性 但這個就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 所以我們就 skip了它 然後第二個了 這個重要很多了 記住 Condensed Formula裡面 我們就會將沒有括著的Carbon 雖則這裡沒有了 但待會我們做練習的時候有的 沒有括著的Carbon 數了它 看著畫面 1,2,3,4,5 5個探鏈是不是 5個探鏈就和我畫四條線 1,2,3,4 OK?那就5個探鏈了 好,接著慢慢地 去看看哪個探鏈上面有一些subsiduan 又或者有些支鏈在這裏 我們在第二個探鏈上面看到有個Cl在這裏 誰知道 因為我們每一個的Carbon 其實都要探鏈4G OK? 那現在我們 這個Carbon上面左手邊有一個碳 右手邊有一個碳 因為它是主軸的Carbon 所以左右兩手邊都一定有些Carbon 而同一時間在它身上做一個H 它只是放了3G 所以這個Cl一定是貴它的 所以在2號的位置麻煩了 1號位2號位 畫一個Cl給它 動一條線出來 就是反過來我這樣說 在2號位置有Corebon 你沒理由畫成這樣 這句說話你可能覺得很低能 但待會我們做題目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 阿Sean在這個位置上這樣說話 是有我的用意的 2號的位置 動一條線出來 畫一個Cl給它 3號碳沒有東西的 4號碳有OH 4號碳有OH的時候 就這樣動上來畫 那這裏就提醒同學生 記住你們在畫這個OH的時候 就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這樣是錯的 為什麼呢? 你是要很清晰地告訴別人 你這個Corebon 到底是幫助什麼的 atom 它是幫助Oxygen 不是幫助O和H中間 所以一定要連著O 當然有些同學說 你Corean就放在中間 Corean是只有1顆的atom 對吧 但OH是2顆atom 所以有個分別 OK的話 再下去了 下面這一頁 我們有4個其他的example 大家可以按停影片 看清楚ABCD 這4個題目 然後自己做了它 稍後我就會跟大家去對回答案 在對答案的過程裏 我會講更加多的技巧 所以記住自己做完之後 就聽清楚我的解釋 在對之前 如果大家覺得這段影片有幫助的話 記得like我這個video 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按鈴鐺 你就不會失去任何的影片 當然就要記住 將它發給有需要的同學看 如果同學是想上我的 細節的課堂的話 也可以在這個網站 在drshaunlem.com 去找一些課堂資訊 以及適合自己的試堂模式 我們繼續下去 對回答案 2A這個 是一個full display的情況 也是一樣 找出最長坦煉 1 2 3 4 5 6個坦煉 不過這次有兩個double 6個坦煉會畫5條線 1 2 3 4 5 然後在第一個 第二個坦煉會有double 畫了 然後在第四個坦煉 1、2、3、4個坦煉會有double 其實就已經OK了 簡單地完成了它的轉換 重點其實不是一個full display full display很少可不懂得轉的 我調整完之後 重點就是condense 所以你會看到condense的例子會較多 剛才我都跟大家說過 我們去找最長坦煉的時候 是不應該將括弧都數 為什麼呢 不是因為括弧裡面的炭不屬於最長坦煉 而是因為condense formula裡面 括住的carbon 可能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 就是它是一個重複性出現的結構 第二個意思 可能它是一個支鏈的結構 我們不知道的時候 是不是都數下去的話 就很容易犯錯了 所以我教大家做的方法 就是有括住的 不要滑它出來 OK 不要滑它出來 我們只是數一些沒有括住的carbon 好了 我們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有四個的carbon 這四個我們要畫三條線 1 2 3 好了 畫好了 然後在第一個的carbon上面 看不看到在它身上有兩個ch3 你補給它 一個 sorry 一個兩個 那就OK了 然後 去到最後最後的carbon 就是這個 這個 在它身上 還有三個其他的mi filegroup 即是ch3 一個 兩個 三個 畫出來就OK了 畫完之後你會發覺 咦 原來這一塊東西 最長的不是四個 是多少個 1 2 3 4 5 6 就是6個 如果你是不管了 就是看著括弧照做 很容易犯錯的 有些同學真的當它直鏈 其實大家要明白到 如果它全部都是直鏈一部份的話 有什麼可能全部都是ch3 ch3一定是鏈狀頭尾的位置 OK Anyway 記住 我們括弧的 就不要畫它 到最後才補上去 其實整件事就很清楚了 再下去c的位置 c的位置 你會看到 我們數carbon的時候 一個 兩個 三個 三個 三個碳就畫兩條線給我 麻煩 兩條線 在第一 第二個碳 我們會有一個double bond 又補給它 然後你會發覺 在so call第一個碳上面 即是說 這個碳 這個碳 在它身上 其實是有兩個ch3的group 我們補給它 一個 兩個 OK 那你就會發覺 原來它最長碳 會是四個碳 在二號位上 有me file group 你這樣轉換的時候 就會很快 OK 對於你解題 是很大的幫助 可能有些同學生說 好像都幫不了 直接拿分 我幫你快速解題 和表達 你是會省很多時間 去審題 好了 去到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將會是 1 2 3 這個沒有數 4個 4個carbon 是嗎 3條線 麻煩 1 2 3 搞定了 好了 第二個碳開始有double bond 先畫給它 然後 第三個碳身上 你會看到有一個ch3 在這裡 這裡又要補給它 而正好你都會印證了這個carbon身上 是沒有h的 看看它 它身上已經有4g bond 怎麼會還有h在這裡 好了 去到最後這個carbon 小心點 有很多同學生在這個位置會犯錯 就是錯的 不要抄 就是這樣寫 這是錯的 為什麼 你這樣寫的話 這個carbon就會不見了 你就會搞到它少了一個carbon 因為每一個角位 就是這些角位 這些角位 全部其實都是代表了一個carbon atom 現在你在角位上畫了一個cl 就代表了它那個carbon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剛才我不是跟你說的 畫些subsid to 1 支鍵上去的時候要特意拉多條線給它 你在中間的位置 在鍵裡面的位置 是會畫條線給它 那為什麼去到當時你不畫給它 因為你覺得方便 一方便 不思考就糟了 我們應該要這樣拉出來 寫到CEO上去 那就可以了 相信這段影片 你學完聽完之後 就應該幫大家 很快轉換到方法 我們下次sharing 再見 拜拜 記得幫我like video 拜拜